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替自己拍一下拍一下 很有福氣 所以呢 我們現在 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主管也是孫悟館 所以我們要知道的什麼事情 通常 我們一定要先有一個概念 什麼要做國家 什麼要做政府 大部分的人有的都知道 有的人沒去注意到 我們一個國家也好、一個政府也好 我們要先有認識 我們才可以做 拐圓 所以說過去我二三十年 在這個 戰略協會、世界戰略協會 台灣分會 所以有一些戰略的層面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個政府跟國家 最少有四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軍事 第二就是政治 第三就是經濟 第二就是心理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三種而已 那麼心理戰略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有這一門事 所以我是參加經濟跟心理戰略的成員 所以在戰略方面 心理作戰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在我們在做主管 做長官的當中 也是心理最重要 一個人 我們就是說 你的屬性要有政想 你要有政客的觀念 那麼你在你執行管人、管事、管務的時候 你這樣會順遂 如果呢 我們說比較簡單 在國際間內 當中的人 對一個國家 他的屬性偏差 很愛鬥爭的 很容易 那個是他的教育思想有問題 因為呢 我們現在文明的社會 全世界都是自由的 你還保持著 跟我們 土肥的生活 一天天自己不夠好 都想要來唱人家 這樣絕對有事情 我們做主管也是一樣 我們要不偏不移 不能自私自利 所以說 要秉持良心 就是說 我們是做一個富無官 那麼富無官就是人的老爸老母 你愛你自己的驚喜 我們所有的我們的保殊跟人民 都是我們寶貝 都是我們的小孩 這樣來看待 所有的事情 都非常非常的順 所以說 英英的土地 我們的不好主也有 所以我們這段社會很亂 就是說 教育出問題 所以我們教育 對我們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七十年 六十八年 讓人家家家 年七八糟 過去我們台灣 秘書長說 讓日本回去的事實 我如果各位 廣東 沒有人在管都沒有事情 現在我 我這個想台灣 我如果各位的我看 總會 賣灰灰灰了 所以 我們現在 要知道的層面 我們 我們 第一國的這個方法 我們 首先 我們要知道的就是說 要養賢 細財 這時候 我們都在 培養人財 嘛 再來 除舊 創新 我們整個壞的 我們都要來解決掉 還有 好的心 有頭髮的人 抵肥好的 我們來提供 要不偏不移 抵肥 要有抵肥 我們現在社會很亂 就是怎麼樣 每一個人 憲勤 很嚴重 說說的就聽 是怎麼 人家說就聽 就是沒有判斷力 ZQ不好 那麼ZQ不好 平衡膽在走 這樣子怎麼 可以來做指導人 所以呢 我們指導人 你要有 高一等的 這個思想跟判斷力 要剛毅自聚 就是要非常堅強的 這個 收養高興 跟我們一定 要再柔和 要並肩 我們就是 逆 逆 逆 要逆 所以要 君民一心 君民一心 我們做一個官員 跟我們的 互動 我們服務的 百姓 我們的百姓 人民 都要一心 日本 我們日本歌 國歌在唱 君民一世 頭一句話 起名字 就是 君 他就是 他的方法 跟八姓 要一心 我們現在台灣 有幾心 請問大家 一人一心對不對 很亂的啦 所以說 君民要一心 我們整個台灣 從秘書長 到我們各部門 大家都要一心 我們現在有辦法 成功 而且 造就 人民的福利 所以這樣才可以 社會和諧 國家才會 富裕 一天到晚都在那裡 老 老家就不能去做工作 要怎麼可以富裕 所以 要天下太平 必須 我們要教育 倫理道德 所以 倫理道德 我們一定要 人倫 要 要好 我們一定要 政治倫理 要好 政治倫理 全世界 沒有人像中國那裡 你們都有去看 那個 我們的 做聯繫劑 一台一台 搭來搭去 你看看 日本 風帝一個到現在 英國也一個風帝到現在 沒有這樣 兵來兵去 像說 後面的風帝 我們過去就是這樣 現在這個做風帝 我們做總統 這個做的後面會起來 好的 都不 不要跟他們 尊重不要學路 一定要把三個來關 很不甘願就對了 這個是鬥爭的民族 沒有感謝 之心 所以說 我們要有 政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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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好 我們的國家會延續 所有的政策會延續 所以要行政倫理 一定要遵守 你美國 你選舉了 過期的人 所嫁下 還沒完成的事情 一律照做 我們這不是 我們來文鄉 這個鄉長 把鄉公所 去得好 後來我陪你不一樣 我再去一間 我不要去你一間 總要變忙 所以那個就是 行政倫理也不好 政治倫理也不好 公務倫理 我們公務倫理 就是說 不需要浪費的 現在我現在 要做做這樣 現在換我來 做主管 你這樣我看不敢 又把他卡卡掉 一天卡不得了 滾來滾去 歐來歐去 你做這樣好 我做這樣 我看不好 沒做 沒賺錢 這句子最後面 最實在 沒做 沒賺錢 這個我們一定要改革 所以說 倫理道德 社會 我們這裡一定會和諧 家庭才能夠和樂 我們要長住 久安 一定要遵守 我們人 來到人間 是 最重的煙電 我們如果說 一天 還不得了 沒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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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來辦事 一定不會進步 所以 我們老師說 人家沒有法國 才會一天 都在收集 很奇怪對不對 這收集有什麼好處 所以說 倫理 就是一個人際關係 你 跟人家要怎麼相處 那個是道德觀念 良心 所以 我們一定要自己觀得好 自我 控制 自我提升 然後 你知道嗎 你如果會做人 才有辦法做官 這樣對嗎 對 你自己就不可以關自己 要怎麼關別人 所以 我們這裡是品質最好的 而且是第一批的種子 我們把自己提升 我們要不要做新民 對不對 我們要比日本人 還要比日本人 所以 比書長說 我們是這樣的 所以我在日本 來來回回 三四十年 我感覺 人家的好處 我告訴你 第一 雷毛第一 全世界 對不對 怕雷都幾度 所以 我們不要那麼多度 最沒有 不要黑人 塗白人 對不對 雷毛呢 可以拉近人間 人世間的距離 我們如果對人家有雷毛 但是我媽媽這樣 賺我少了 我們現在這是什麼世界 所以我們 一定要改革 你最沒有黑人 對白人 擺一個頭 對不對 在時 最沒有說黑黑 對不對 黑黑黑 所以說 基本禮貌 而且咧 我們做了官 我們做 很多 現在 打電話 請問你是哪一位 他說 我就是 郭小姐 不然就是 我是郭什麼 連 基本的稱呼 都不會 所以我們阿伯 如果大官員 這樣 會很浪費 我提醒大家 我相信大家台本都會 小數人沒有去注意 所以我提醒一下 在我們要演講進場 我們 因為我是芙露總會 所以我來 介紹一個芙露總會 將來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就是說 這就是我們芙露 我的偶像 也是芙露 要來崇拜的 這三尊 我們大罵二罵三罵 現在再加一個 芙露出來 是我們要學習的對象 我們學習的對象 我們 輔助會 阿伯的目標 我們就是 我們要遵循 國際婦女理事會 跟國際接軌 做好我們的外交 提升我們的政治 與經濟 所以協助 在政治不能 談判的 我們有婦女會 以經濟來 帶動 以外交來帶動 第二個功能 就是說 協助政府 做好落實 政策 來照顧百姓為家庭 社會 抹福利 福利 不是在 投稅金 不是在給人家付錢 就是在給你好處 如果佛家說 在做公益 我們就是說 我做得很高興 有時候 晚上還要去找 就是說 一般我們今天 很多修行人來 載幾車 修行 要做公益 是要套腰包 是要去付出的 對不對 那麼你來 輔助政府做公益 一減二股 沒有還要怎麼辦 國防 領薪 還可以做公務人員 而且 我們政府的政策 幫我們 做善事 做好事 所以說 我們一定 政策真的修得不錯 修得不錯 正有這個福報 來 我們就是 性別 平等為婦女爭取 應有合理的潛意 我們俯錄 現本時的社會 尤其台灣 過去是大男人主義 所以現本時雖然是 說是很平定 來說 對女生方面 也是要有 一些些 總是 男人 你如果是說 男人 太大聲 男人 沒什麼 看起來會順暗 感覺上 我是男人 這都有 所以我們婦女會 要做什麼 爭取平等以外 我們 像暴力方面 我們要協助政府 來保護老婦 老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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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在社會級 做不好學 做不足 那麼我們婦女會 我們來協助 來 替政府來辦好這種事 來第五個 我們提升女性 宿主 及品格教育 古人說 男 閒男 淑女 暢處境 不求 畢業 萬家心 就是 男人 非常 神 就是 很優秀 男人 很溫柔 這樣 一定萬家一定會責賬 所以 古早人所說的 我們就是一定 要去參考 人家去施行 教義來 啟發 發揚母愛 溫柔 體貼的天心 因為 女婦 其實你更快 也是 很溫柔 我們 所有 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男人很有尊嚴的 每一個人有工作 一個人收益都有夠好 他說話會大聲 大聲怎麼樣 都拿來男人的落地那底 對不對 那麼要奉還 你要求男人落地那底都放在太太家 你也要讓他有安全感對不對 那麼男人一定要發揮母愛 溫柔體貼 這樣也這麼拿出來對不對 所以 婦女會 我們要從基礎 家庭教育開始 我們來辦好 提升女孩子的宿主義道德 這個教育 所以說 婦女會的 第六條 就是婦女的職場保護 我們每一個人以後都變公務人員 那麼外面的私人公務人員 他的這個職員 女孩子 受到不平等的這個 待遇 我們要來保護他 所以說這個是 婦女的第七件 健康 健康教育 健康養護教育 認識疾病醫學與健康醫學的分辨 現在很慘 台灣 各位都不曉得 醫學是出了什麼問題 因爲 怎麼 大家都說 破壞 那麼破壞 破壞就有兩種 那時候 古早 就有說 健康教育 教育 教育 那麼健康是什麼 健康是你自己身體發生的事情 你是老化退化或是阻塞 就是 精神壓力 營養不良 藥物 給你殘害 那個就是健康 健康是你自己身體發生的 健康沒有藥 大家有聽過嗎 為什麼還要用藥 健康沒有藥 健康 健康 什麼叫疾病 不是你自己身體的病變 是你受到外面的侵襲 就是來自於病毒細菌 你受傷 發炎 所以 那你就一定要用藥 那麼你 吃藥 我們現在所有的健康 他是官商勾結 他就是跟藥商勾結 所有的營養 他不給付 給付藥廠的東西給你 你所有的病去 藥都拿給你幾包回來給你吃好事 所以 這一定要改結 絕對 這就是 減少讓你不難過而已 不是讓你一般可以好 這是很優秀的工作 所以尤其是拿人的身體去拚經濟 那麼我們一定要在公共電視或報章雜誌 就是要把醫學來提升每一個家庭的醫學姿勢 讓你認稱一個家庭如果健康啊 不會拖累全家 這個很重要 然後你的老肉婦孺家庭有毛病的時候 你要去走去哪一科 農總不知道 跟小朋友說交給醫生就好 這樣嗎 你如果是這樣 你去看醫生他自己的病 他會好嗎 他會好 那麼打破我所講的 我有在電視台做過的健康節目 我都說這個 要不要有一個大白醫生 發電話給我抨擊 因為他們講不出來 我是不是大白醫生 但是我所有的醫學讀了 所以我知道這個嚴重性 我們的健康如果不好 你做什麼官賺到炒錢 都不好 所以這個區塊 我們婦女會以我五十幾年行醫 我要貢獻一點點心理 讓全台灣的人都會健康 來我們推展文化語言藝術 我們的文化 都讓中華民國差不多不完了 很簡單就說大英雄 也是會滷滷掉了 所以有的文化大部分都摧殘掉 我們的語言 你們現在都說 要怎麼說國議 我們不知道哪一國的 所以這個國議 我們如果說這句就要發一清 如果說謝謝也要發一清 那個是 最代表一個民族的議員 我們一定說多謝老人 不然也是說Thank you 說ありがとう 絕對不可以去說謝謝 那謝謝 我們要發一千塊 慢慢來改進 來就是提高調 我們就是說 因應我們要有一些沒有父母親的 或是說單親的 我們來做 課外輔導 老闆老闆上班 沒有回到這個中間 那麼這個 走的地方 現在都靠民間在做 我們民間可以統一來管理 我們可以給他補助 不要說為這樣做生理比較好 全在拚經濟 黑白做 所以這個單親方面是非常嚴重 我們說四對就有三對的離婚就對了 所以這個單親家庭 我們都是外籍新娘 他的教育 菲律賓跟印尼跟印尼 所以我們文化 將來台灣的文化 醫院都沒料料 這很嚴重 所以我們婦女會協助社會主 協助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從基礎家庭 我們來輔導他 來最嚴重的事情就是 婚姻建國輔導 法律跟道德規範 在日本的法律上 男子外女子 你離婚還要離幾遍 你要嫁幾個要娶幾個 女子是政府的同僚 一定要共同來負責 就是說女子 你如果離婚之後 他那個母子不再去嫁 薪水一半自動 不然你公家 還是輸人自動會到他太太的戶口 讓他能夠在家裡打理小孩 生活企機教育 所以可以把小孩教好 我們如果是不好的女子 我們婦女婦是非常重要 沒有婦女婦 我們女婦的教育不好 可以說 我們會 遺害萬年 你們的恐懼恐懼 要重重緣 不介在婦女 我們的婦女 如果婦女 你們這麼同心 男士同心 你們這麼有辦法幸福 對不對 女婦如果嫁嫁嫁不說得利 你們敢有辦法去做事情 所以一定要遵循倫理道德 女婦如果有倫理道德 我們女婦要有 神要有這個修養 非常好的男人 一定要選嘛 選男人 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責費 有公道理 有愛心補給女婦的 人家問我 說女婦的 你們女婦的 我說 我們女婦的 就是天生 要來讓你們女婦的疼的 我們不是要讓你們緣 不是要讓你們說的 對不對 我們女婦是出事要來讓她疼的 所以 我們好的女婦的 還有女婦 有收養 為了有地式的女婦人 一定都很疼 沒有 像我們的高雄的女婦 太太 你看笑 咪咪咪嘛 這一定老公很疼的嘛 對不對 客人來讓我們看一看 我們的女婦議長 這老公 你們探討看看高雄有名的 所以 他們 一定人都在收到人 這 我們裡面 這裡 民政府 都說 很多 無論什麼 都在收到 他就不偏不移 我們的思想正確 絕對 我們一定 臺灣民政府會很輕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這裡是 婦女婦要做 大概 將來要多 應該是可以更多一點 來做 這樣 所以 將軍以後 你們知道說 婦女婦 是一個 這麼好的機構 我希望 你們有心的 美女 都共同來發揮 而且 你們 藍式的大官門 要多多照顧我們婦女婦 不要老是把我們說婦女婦 哎呦什麼 民間團體 那不露營 那不是行政官 我們女婦要做建杜 要做什麼官 對不對 說我 我 在社會 我如果十年 叫我做官 我真的也不疑 我跟秘書長說 我沒有要做官 他想想的 不知道讓我這回 你知道嗎 說 這個我會 我三十年前 小婦婦女婦 我知道 這都在做現實 我們女婦的 女婦要怎麼付出 我們每天有的 都走去把平民 去跟社會 各行都做到 所以說 有想要做功德 而且照顧自己的 我們的 女性美女 多多來參與 然後我們男士們 一定要 多多照顧 跟我們疼心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所以說現在我們再下去了 這個題目 我們就 那個 注意法則 管理注意法則 來 我們就是說 領導就是主管 我們現在大家 都受無關 就是都主管 所以 我們要講的 課題是非常多 我從 開始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做人 才會 官人 來就是說 你 官人 你要怎麼管 再來我們就說 官人 你努告人 不讓你管 你要怎麼管 如果有網路 聽我講課的 都大部分知道 這個注意事項 是說 我們就 現在 我們就要做官 我們要做主管 你必須要注意哪幾件事情 來 就是說 絕對不能批評 這是最嚴重的事情 超超嚴 批評 我們用鼓勵來代替 就一定要精準 你批評 亂批評 我們像說 那個 早嚴 大家 以前 其實現在大家 都會在身部嚴 我們以前 有一句話 叫做早嚴 大家 我們做人的中官 絕對不能像 早嚴 大家 對的 嚴重 嚴重 非常忌諱 不準 你說的話 無事實 就不會嚴重 這個不符 所以 他一定會反感 這個要 要求根據 你如果要跟人 說一句話 你不對 人 你說的人 覺得說很爽快 聽到的人 讓你指責 讓你批評的人 像一句 你都說 有感覺嗎 你別讓他們念到嗎 不好說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有同理心 我們做主管 可以跟鵝肉 可以跟參雄 絕對 不要用批評 不要跟黑白念 這樣 這樣一定 後來 如果一天 他會把你冰掉 所以 你自己那位就坐不穩 點到為止 暗示 含蓄 這是 堅決的特點 要懂得 餘悔 就是要圓鑽 不要打破 好 現在我這樣很大 我是你的中間 當時 收了就算 一句下去 像那一支刀 這樣斬下去 自己都沒感覺 一定要說話完全 不能說穿 也不能說破 所以 會傷到 主尊心 如果一個人 什麼叫做人 有主尊心的 才叫人 有的人都不要 入面對皮 做怎麼 你講 他都做你講 我如果有利益 那個 那個 老師 陳清德老師 那個 不可以算人 對不對 所以說 人要有主身心 要有 要貼面 要民主 這樣 合作算 人 這才可以算人 如果 講話 黑白講 只是動物而已 我們做長官 絕對不能這樣子 所以 不能黑白 上海人 講話的技巧 不能硬敢 你 要求他 執行一個任務 你可以說 我們這來做 這樣好 速度要快 不能說 我現在跟你說 你當時 要跟我交差 一定 不能不安心 這樣子 小心自己會下台 下面 我們講話 不能講話 就沒有退路 你說 我說這樣 絕對 怎麼 如果 你自己 沒有民主 也是說 沒有退路 你就是 對下司 要採取 彈性政策 你試看看他是不是可以執行 長惡的儲存 要講究分寸 說到 化言要準確 態度一定要誠懇 我們就是說 台灣如果越 百歲 要 越多 對不對 我們 不是從上而下 全力是從上而下 沒錯 我們是父母官 我們從下而上 我們 上面還要對 下面 更好 這樣 你說這樣 對不對 不是 我 很大 我現在說 你要把我尊手 這樣子 沒有自由 平等可言 我們是 一個專權的國家 一個專權的政府 必敗 必敗 無語家庭也是一樣 領導的話 是一種 操練舌頭 靈火的戰事 我們剛才說到戰略協會 我二三十年 所有的事情相對待的 這都是一個戰術 那麼一個戰術 我們不是在說 你有管多少兵 這樣而已 要看你 有沒有起勝幾次 所以說一定要圓法 但是要維持團隊的利益 可以說 是一種常用的外交語言 所以人跟人的對立 就是在不平等 所以 特國 剛才那個共和國 我們不要說的 就是 一定要阿爸 沒有 你如果是說 有平等 我們如果今天 去中華民國 對我們有平等 我們感到要 那些沒用 不必嘛 對不對 不必我們民政府 再放在那裡 所以 從頭到尾不平等 不懂得改進 所以 我們一定要費心思 把我們臺灣四百年來 全部做努力 到這檔金 我們一定要來改革 我們不能學過去的 一種管理方法 我們一定要民主 而且自由、平等 那法家 不能亂放 有時打開 有時關閉 法夾子 是一種顛覆不破的真理 所以說 說話不能學別說就對了 話說怎麼 你如果開心就好 現在臺灣流行這局 你開心你也要看別人有開心嗎 如果沒有 人家是幫你當作草人而已 怎麼會這樣說 你開心你也要有合理 所以不能說我收了就算 或是說我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你開心就好 你就不遵守 所有的倫理道德 不說你 所以我們在修行也好 情 以理 一定要平衡 你不能說都用感情 也不能說你 那些人說你 說到一點點感情就不像 一點點心都沒有 那也是行不通 所以 話是說情說到連理都不記得 這樣也行不通 所以我們要五分五分 情以理要並肩 所以說我們這個話 也是有時要開嘴的你就要開嘴 話的人 剛才人家來幫你拚布 長官怎麼樣 你自己做的說我不知道 拿旁邊說我再想看看 這樣就不用理了 所以我們的極致上 你的判斷力 一定要有 然後 智慧一定要搞 你如果沒有做到的事情 不可以處理 不然跟他說的 說一大堆 我們人說話出去 一定要有價值 不然你假承聲 假嘴唄的 說一句話 你要衡量 聽的人的觀感 你講出來對他有傷害嗎 對別人有傷害嗎 如果如果這樣 把門關起來 我建議 我們就是不能隨便開門 所以公威一定要利益眾生 這是無形的 老師 無形的奉獻 就是無畏不施 對不對 無畏不施 所以無畏不施功德最大 對不對 每天說 傷害人是不是照月 對 我都賀一輸 本來要去你們道庭 難道去 領導的話 場合要有很多 我們一定要注意 自己人的場合 跟外來人的場合 正式的場合 跟非正式的場合 我們國家人的公比喻 房間的話 不能拿來 客廳說 客廳的話 不能拿來房間說 你不要搞不清楚 所以做一個中間 這樣用屁股 你知道嗎 所以很重要 時間到了嗎 哇 要很多說不定 零天再來 點召一次 我又繼續講 現在 好 我們這裡告訴你 莊重的場合 隨便的場合 還有洗淨的場合 以悲傷的場合 我們都要 盡量發言的場合 要嚴肅的場合 一定 不能不分清楚 人家辦事室 你去講雙心的事 人家在雙心的事 你去那裡講得很高興 就頭腦不清楚 所以我們做長官 就要讓尊重 除了你的外表以外 我們的言行 代表一個人格 你是不是會讓尊重 你這個人 是 不是讓人 可以對你一世人 在你的語言而言 所以 說話很重要對不對 如果說話不通 可以補來給我 我現在在 說話做什麼 怕嘴 怕嘴說 連後 他們怎麼 我們說話 一定要站在別人的 立場去講話 這樣一定有辦法跟他交通 你如果都站在那邊 一定都公私人 這樣對不對 好 謝謝大家 沒有危險 聽這件 我們多多回來了 大家多鼓勵 多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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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感謝 各位同心 我們下口困困 10分鐘 稍後兩點五分 等一下兩點五分 開始上課 謝謝